女孩真是太可怜了 自己明明有着毁天灭地的技能 却需要与他人修修才能发动 而且修修的尺度越大 技能的威力也会越强 但十分不幸的是 她刚刚获得了这种异能 就亲吻了即将出差的父母 于是父母刚登上飞机 飞机便直接原地自保 导致父母在内的200余人无一生还 而女孩也因此无法接触任何人 这对于一个青春期的怀春少女来说 绝对是致命的 因此当她看到自己喜欢的男神 有了新的女朋友之后 女孩决定跳桥自杀 但她还没跳 一个男人却走不过来 女孩急忙高声提醒 不要过来 靠近过我的人都会当场死亡 男人一听可高兴坏了 她就是来找死 当即无视了女孩手中的匕首 并一脸坏笑地翻过了栏杆 直接捏着女孩的脸带 将她提了起来 足足完弄了五六分钟 这可把女孩吓坏了 她深知自己的技能有多可怕 果然 男人脚下的水 当即毫无根据地平移向外 直接让男人在掉落的瞬间 被下方的火车撞了的细节 女孩真是难过极了 看来自己身上又多了一条人命 可就在她准备继续自杀之际 男人的头颅竟然飞了上来 借着身体以飞快的速度重新升大 不疑会变完好路出 原来男人有着不死不灭的异能 但由于活的时间太长 他早就活烦了 可无论怎么自杀 异能都会帮他重新复活 直到遇到了女孩 他才找到了死去的希望 于是他死死地抱住了女孩 想要通过更长的接触时间 换来更大的灾难 而女孩的异能也没有令人失望 这次竟然从路过的飞机上 掉下了一个大箱子 直接命中了男人的头颅 不过这明显杀不死他 可就在男人准备继续贴贴自己 女孩却选择了逃跑 那男人怎能同意 立马就追了上去 不料在追逐之间 女孩的头巾却被钢筋抢中 直接露出了比身高还长的头发 这让他羞耻无比 因为自身那恐怖的异能 他一直自卑不已 而这一头长发 更是向众人证明着 自己的孤独与口味 于是他伤心地大哭不止 而男人看到后却不以为意 直接拿出了剪刀 成为了女孩的第一个理发师 并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 为女孩剪了个漂亮的发型 这可把女孩感动坏了 他刚想对其表示担心 就看到男人兴奋地大叫道 这次接触了15分钟 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话音刚落 他便被人砍掉了脑袋 原来异能管理者 一直在抓捕不死 多亏女孩让他露出了破绽 管理者才能将其锁到了 特制的胶囊之内 接着他们又盯上了女孩 因为女孩的异能名为不信 和不死一样属于 不被接受的否定者 可管理者却大大低估了 女孩的异能 15分钟的接触 直接引来了天雷 郑重胶囊里的不死 帮其脱离了束缚 接着不死凭着 多年积累的战斗经验 很快便解决了一众小命 但管理者却狡堡无敌 直接用女孩的生命威胁不死 要求他自己把头颅割下来 放到胶囊里 没想到 不死十分重视不信 毫不犹豫地用刀 砍掉了自己的头 并扔向了管理者 女孩见状彻底明白 自己也离不开不死 当即飞身上前 直接亲吻了不死的脸颊 随后 竟直接招来了天外陨石 郑重不死和管理者 看着这种级别的灾难 女孩以为自己就这样杀死 不死 心中难过不已 不想就在这时 不死再次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可女孩还没来得及高兴 不死便发现了女孩的秘密 那就是羞羞得越狠 灾难就会越强 于是不死准备和女孩深度羞羞 女孩见状急忙逃跑 两人再次开始了新的追逐